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旗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汉武帝最昂贵的一次言语 汉武帝名刘彻 是西汉的第五位皇帝 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 他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 功不可没 引起展示了他勇于开拓 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 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 后四得尊弘业 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 不改文 景之功俭 以继思民 虽诗 书所称何有家烟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在感情上却是纯粹的花花公子 他甚至为了一个女人 付出了十万大汉将士的生命 李延年是汉武帝时 造诣很高的音乐家 中山人 金河北定县一代 父母兄弟妹军通音乐 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 他年轻时因犯法而被除辅刑 以太监名义在宫内管权 齐姓之印 善歌舞 颇受武帝气重 被认为乐府的最高负责人 史书上明确记载李延年 每位新生便取 文者莫不感动 据说有一回李延年为汉武帝唱了一首歌 那首歌的确写得好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在的汉武帝听了这首歌 感慨的说 好呀 只是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家人呢 一旁的平阳公主就向汉武帝推荐说 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的家人啊 李夫人生的云病花言 恶诺多字 尤其精通音律 擅长歌舞 汉武帝自得李夫人以后 爱若至宝 一年以后生下一子 被封为昌义王 李夫人身体雷弱 更因为产后失调 因而病重 伪顿兵榻 日渐憔悴 色衰就意味著失宠 然而李夫人却颇有心计 自始至终要留给汉武帝一个美好的印象 因此拒绝汉武帝的探视 李夫人用锦被蒙住头脸 在锦被中说道 身为妇人 容貌不修 装饰不整 不足以见君父 如今蓬头垢面 实在不敢与陛下见面 汉武帝坚持想看一看 李夫人却始终不肯露出脸来 即使汉武帝以赏赐黄金 及封赠李夫人的兄弟官爵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仍执意不肯 说 能否给兄弟加官 权力在陛下 并非在是否一件病翻身背对五弟 哭了起来 五弟无可奈何地离开 汉武帝离开后 李夫人的姐妹们都埋怨他 不该这样做 李夫人却说 凡事以容貌取悦于人 色衰则爱吃 倘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 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 都会一扫而光 还能期望他念念不忘地咒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 他死后 汉武帝伤心欲绝 为李夫人做了歌 是爷 非爷 丽儿望之 奈何姗姗起来迟 并以皇后支礼营葬 亲自督治化工 绘制他印象中的李夫人形象 悬挂在甘泉宫里 胆息徘徊占谷 低怀接叹 对昌义王钟爱有加 将李延年推影为学律独位 对其弟李广丽更是纵容关爱兼而有之 封启为将军 根据汉朝的组织 皇亲吴公不得封侯 为了兑现自己对李夫人的誓言 汉武帝一直寻找着能让李广丽立战功的机会 汉武帝原顶四年 公元前113年 哟 有个敦煌囚徒 在当地补的一匹汉血宝马献给汉武帝 汉武帝得到此马后 欣喜若狂 称其为天马 为了得到这种宝马的种马 汉武帝派百余人的使团 带着一具用纯金制作的马 到了天马的原产地大碗国的首府 二是成金土库曼斯坦阿斯哈巴德城 但是大碗国王不肯以大碗马换汉朝的金马 汉史归国途中 金马在大碗国境内被劫 汉史被杀害 汉武帝大怒 做出武力夺取汉血宝马的决定 公元前109年 汉武帝刘彻任命李广丽为二世将军 领六千与邻军 发哥郡国囚徒共两万人 开始了远征大碗的战争 由于处罚前正值秋收 关东发生罕见的大皇在 集结到端皇的大军没有充足的吉仰 就踏上了征城 李广利律兵到达大碗边界的时候 已经是初冬时间 由于水土不服 粮食缺乏 一路跋涉大漠荒谈 饿死 病死 被沙漠吞没得不计其数 两万大军损失了一大半 马匹也伤亡殆尽 第一次征讨大碗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在大碗军队的反击下 汉军往东方溃败 大碗骑兵一路追杀 汉军失衡遍掩 最后只与李广利等几百人逃回了敦煌 汉武帝闻报后 大怒 他在令桑红阳负责军需 调集二十万军队出征细域 同时调用十万体军马 十万头牛和骆驼运输物资 还有五十万只羊作为随军的入食运往敦煌 这次战争 汉军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也损失惨重 从敦煌出军时 李广利大军一共六万人 不包括私自随军出征的战马三万匹 返回御门关时 仅剩万余人 战马仅千匹 汉代学术大师刘相如此评价 二十将军损五万之师 弥亿万之废 经四年之劳 而紧获骏马三十匹 虽然晚亡五谷之首 由不足以付费李广利归国后 汉武帝特别高兴 大雁群臣 封李广利为海西侯 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汉武帝争合三年 匈奴入侵五元 九权 掠杀鞭民 汉武帝大概嫌李广利 上次的功劳还不够大 便命并没有什么军事 才能得他处击匈奴 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 从五元出发 向匈奴挺进 正在这时 京城长安发生了五谷之祸 李广利的家人 也被牵扯了进去 李广利的妻儿们都被逮捕囚禁 刚开始 他并没有想到投降匈奴 而是想礼公赎罪 但是遭到军事挫败后 李广利斗志完全丧失 投降匈奴 七万汉加尔郎就这样 全部丧送在李广利手中 加上前两次远征大碗 李广利一人前后 共葬送了不下十万士兵的性命 李广利投降后不久被杀 李延年及弟弟李继 也因此被汉武帝全都处死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 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